爱宝突然变得好聪明啊 不花钱的保姆谁不用谁杀 当初明着找你们退货 你们装没看见 现在就别怪我耍心言辞了 只见爱宝想吃饭又吃得不安心 得一直盯着怕孩子摔 爱宝直接往门口一坐 也不叫海也不砸门 他知道爸爸们在监控里看到他堵门一定会出来的 果然不一会儿送爷爷就来带孩子去玩了 下班了爱宝只管美美回家就行了 娃就甩给两老头吧 哪还用得着自己亲自手 老宋抱怨爱宝不带娃 爱宝直接选择性语言障碍 表示自己只能听懂四川话 完全不懂你在说啥 将爷爷也来抱怨 爱宝直接买头淡饭装作很忙的样子 爱宝现在也想明白了 这种事情终究还是要置取 你们赌我认劳认怨 我赌你们不会不认这两孙女 看谁最先绷不住 此时我不得不佩服爱宝的智慧 把两位奶爸彻底拿捏住了 除了不会说我们人类的语言 还有什么是他不懂的吗